死的毕竟不是你二大爷 你个卖坟的没必要哭成这样 二大爷 我两岁的时候你就去美国混了 刚听说你出息了 结果你就出病了 可是无论如何 我都要厚葬你 卖坟的 我二大爷生平喜欢奢华 喜欢喧嚣 整个这片坟我都包了 每棵树上给我挂上音箱 二十四小时播放车水马龙声 把这排小啪啪坟给我拆了 搭上个简易棚子 拉面烧烤麻辣烫 给我热闹起来 先生 要说您这额外的开销可不少啊 长辈走了 做晚辈的花点钱算什么 再说你最贵的坟能贵到哪去啊 四万八一平米 最便宜的呢 四万七 师父 我二大爷给我留了多少遗产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二大爷在国外 是饿死的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记得今天 就是你三十岁的生日 他临种前嘱咐我 一定要在你生日这天 把他的骨灰盒 交给你作为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 你二大爷最后的遗愿 就是葬在家乡的 这片乌龙山沙 来吧孩子 来一馋子 种下这棵生命植树 等会儿 种树要钱吗 四千四百四十四块 这棵树象征着生命的重生 按说人死了 是要重新投胎做人 可你说往骨灰上 种棵树 这合适吗 将来投胎做植物人啊 还是植物大战僵尸啊 落叶归根啊孩子 你就圆了使者的心圆吧 不是我不圆 一个破坟 一平米卖四万多 还让不让人活了 活人是不会住在坟里的 所以坟价才死贵死贵的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一套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南北通透板坟 暗厨暗卫 四季无光 冬天漏水 夏天上刷 楼下底商 隔壁姓张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如果您可以全款购坟的话呢 我们还会附赠给您一口棺材 不知道您是喜欢翻盖的 还是喜欢滑盖的 有触瓶的吗 研究过停产了 为什么呢 没人摁 而二大爱选择的这套塔坟 就是整个坟墓区最顶级奢华的埃及风情 金字塔象征着死者生前的财富与权利 您要照着我的意思 您应该买两套坟 一套呢 买您二大爱 另一套咱们租出去 拿租金还贷 当然了 现在这个租坟的活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 你们公司叫我爱我